好 那么这一组Colicle在这边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爆破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微调 在它的Pasic这个地方有一个Resistance 或者我们从这边好了 可以看到方数会方便一些 Resistance的目定是 当然为了我方便做观察 但是把这个东西关掉 这样子比较好检查 然后回来Resistance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爆破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如果我把Resistance开大 可是我们让它是5好的 它会往内缩 其实是一个抗主的力量 那么让它爆得比较快 然后减少的时候会净好 那你可以让它划算一点 很快的就炸开来 然后缓缓结束 大概这个是Resistance可以帮我们做的一个调整 OK 那么再来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Particle做一些 Diplocate 一些变化 让它Particle看起来稍微混乱一点 这个是一个 那么另外呢 我们要进行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文字的部分 这个部分假设我们这边打上 这个部分假设我们这边打上 好 比如说这样子好了 这个是改的好了 OK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我的文字目前呢 我希望把它摆在画面的这个位置 但是它的Pivot 我希望移动到中间 让它到时候我要做一些效果爆炸的时候 它能够以中间这边来做爆炸 所以我们是换到这个Pan Behind Tool 然后来移动它的Pivot 在画面的中间好了 当然它也会影响到我们Scale的时候 希望它的一个情况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Scale的话 我希望它配合我的第一波的这个爆炸 那么我们把这个改掉好了 改成叫Controller Flider好了 Flider 然后Effect的文字要配合Flider 所以我们按U 找到我们爆炸的时间点 那么同样的在文字的地方 我们打开Scale 那么在同样的时间点 我们按K 它会到下一个关键一格 那这边我们就按一个关键一格 然后回到第一格 同样我需要比例一个关键一格 K 再给一个关键一格 所以这边的意思呢 就是 其实这一个可以不用 把它拉掉 在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Scale 它的参数 我们希望Scale在一开始是 归零的 所以我们可以让它是0 然后于是在这个地方呢 会长出来 所以我们按K 倒下一个关键一格 让它变成是100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缩放 那么现在显然我的这个信性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来直接做一个选择 把我的信性呢 先改成为新装 然后 一开始是0 还有一个关键一格 我希望是100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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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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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